美麗莱娜 俐落翻滾 輕盈跳躍 身手相當敏捷 才十一歲的烏拉洛瓦 從小就愛上體操 但現在她受到戰火波及 只能暫時躺在病床上 無法行走 張著水汪汪大眼 無法大聲說話 只能小聲鼠鼠 從下巴到脖子 有條長長的傷疤 連嘴都合不上 不時還得拿手帕 擦擦嘴角的口水 烏拉洛瓦一家四人 搭車逃離馬利波的途中 受到俄軍無情攻擊 當時俄軍發現物傷小孩後 就趕緊將他送到附近的醫院 之後轉到札波羅熱的 兒童醫院做手術 在烏拉戰爭中 至少已經造成一百三十六個 孩童喪命 一百九十九位孩童受傷 戰爭不只摧毀家園 帶來身體上的傷痛 更在這些幼小的 孩童心中蒙上陰影 醫院的窗戶堆滿沙包 提防碎事 可能發生的攻擊 在戰爭中 孩子們最無辜 烏拉洛瓦對體操的熱愛 只能先暫停 不知道何時才能 重回體操場上 一展身手 華視新聞洪西玉省利融綜合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見